不過也因為疫情比較穩定 所以我們就 也調整了戶外戴口罩的規定 那 那也不是純粹只有戶外 在第一個 就是說在室外從事運動的時候 那第二個是在室內外拍攝 個人或團體造時 那第三個是原來就有的隆林漁木工作者空曠處 那四 漁山林海濱的活動 那這裡面當然都是還是強調 這些都是可以 免戴口罩的一些時機 當然還是要隨身攜帶口罩 那有相關的 症狀 自己有症狀 那當然就一定要戴 或與不特定對象無法保持社交距離時 仍然要戴口罩 所以在外出的時候 也有飲食的需求 能與不特定對象保持社交距離 或有適當的 阻隔的設備 那可以不用戴口罩 那當然還有一些 以前有公佈的一些場所 譬如像高鐵台鐵的用餐區 或活動符合相關的防疫措施 得暫時脫下口罩 當然是一樣 這是原來我們就是在二級裡面相關的規定 那我的右手邊這邊是 我們今天所公佈 這段最主要是在運動的時候 如果跟那個 沒有自己沒有什麼症狀 那也沒有跟著不特定的對象 沒有辦法保持社交距離 那就可以把口罩脫下來 那室內外在拍攝 那進來當然也有相關的人在反映 原來天晚上在立法院 有記者在問我 就是說這段時間 可能要開始拍攝畢業照了 那很難得有這機會 那確實在這樣的一個疫情緩和的情況之下 那短暫的脫下口罩來拍照 那我想是應該被允許的 那畢竟這是一個 難得的場合跟機會